美西时间7月27号下午3点左右 中共军人唐娟在加州东区联邦法庭的第一次出庭正式结束了 在不到10分钟的庭审时间里面 法官宣读了唐娟受美国法律保护的权利 那唐娟通过中文翻译说 他希望美国法庭为他指认免费的公辩律师 检方指控唐娟违反的是美国法律的第18条 也就是说在申请签证和移民的过程中有欺诈的行为 他最高可面临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 检方说唐娟有可能会再度的逃离美国 因此要求法庭继续的对唐娟进行拘押 还有就是他不得保释 那法庭确认唐娟的下一次出庭的时间是8月10号下午2点 这是新唐记者林向元在加州沙江缅度的报道 08月11月29日 11月10日